作为世界上从事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的国家 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有336个生物实验室 乌克兰境内数十座生物实验室 是按照美国国防部命令运行的 我们不禁要问 美方这些项目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 美方为什么不公布这些项目的详细信息 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与美国防部是什么关系 如果美方在乌实验室从事的仅是科学研究和疾病监测 为什么美国防部会深度参与 美国20年来一直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 这又是为什么 在这五个问题上 美国欠世界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这些重大原则问题 绝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虚假信息 就能搪塞过去